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配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呢要來這個集中介紹 有關這個相似型在幾何計算上的應用 那這個還蠻重要的 接著來看這一題 這也是上次的作業 小明率領魔物大軍要攻打烏斯塔 他派了一隻兩公尺高的山怪站在S S 這是一隻山怪 錯 然後這是烏斯塔 這個時候烏斯塔有一個神射手 一箭射下來 剛好插到了山怪的頭頂 這一箭這個插在地上P點 然後三怪就嚇到了 退退退退退 退到了P點的這個位置的時候 剛好神射手又發出一箭射過來 又插到山怪的頭頂 那這一箭落在R點 那經過測量已經知道這個 這個P點是在S後方的6公尺 R點是在P後方的7公尺 請問烏斯塔有多高呢 這個神射手很得意的炫耀了他的這個射箭的技術 殊不知小明其實是利用山怪在測量這個烏斯塔的高度 那像這樣子的問題呢 其實我們在這個各個版本的教材裡面都會看到類似的啦 就是那個梁金字塔高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呢 其實應用到了除了一個 當然我們用到相似型的概念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在解幾何問題的時候 很常會使用一種想法去解他 什麼想法呢 就是有某一個物理量 比如說某一個長度 或某一個面積之類的 我可以用A算法 算出來是比如說3X加2 然後我又用B算法去算 算出來會是比如說2X-7 那3X加2就是2X-7 這樣把X求出來 也可以把那個物理量求出來 像我們在前面介紹到這個 我們不是有一個111312 我們把這裡做高 然後這邊2X的話 13平方-X平方是他 或者說11平方減掉12-X的平方 也是他的平方 都是這條的平方 這樣就可以解X 那麼在這裡其實有點類似這樣子 就是說我今天不知道的東西其實有兩個 一個是塔高 塔高AB不知道是H 一個是其實我這一段 我這一段知道 這一段知道 那我還有不知道就是這一段 從B點到S 是X 那這樣子的話呢 其實我們可以 如果你可以列兩條式子 列兩條式子 或者是說把它併成一條 那我們來看看怎麼列 在三角形ABP 這個三角形ABP 然後有一條線PS 平行AB這樣子 這樣子的三角形裡面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知道呢 這個 TS他說三怪兩公尺 所以TS比上H 2比H會是 6比6加X 然後 但是在 更大的 這個 ABR QP 然後QP 這樣子的 這個圖形裡面 這個是7 這個是2 所以2比H 它會變成是 等於 7 比上 整條是 7加6加X 是13加X 這樣 那你這兩個做連例 你這兩個做連例 那你就可以得到這個 連例求解 連例求解 因為你有兩個位置數 兩個 兩個位置數嘛 H跟X 然後兩條方程式就會解出來 你可以念相相乘等會相相乘 就會有兩條式子 又或者你會發現 他都要 同樣都是2比H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改寫成是 這個 7比13 加X 等於6比6加X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可以只寫一條式子 所以後面的後面的算法 就有很多 對不對 那這樣子解起來還蠻快的 所以 67 42加 7X 會等於 6乘以13 78 加6X 所以X就會等於 78-42 算在這邊 所以X就會等於 這個 78-42 是36 對 就是去解剛才這個 這條方程式 那這樣還不答案喔 因為這個 36是-X 這裡是36 那36的話 1比6 是1比整條是7 所以2比14 14 所以其實 H是14 所以 Ans 14公尺 這樣可以嗎 OK 暫停看一下 那這是一種算法啦 那我們剛剛說 最後可以把它合併成一條解 那你也可以在一開始 我剛剛講 有某個物理量 就是這個H 這個H呢 我自己 我也這樣建議 這個學生 或者是說老師 也可以慢慢的讓學生習慣這樣做 就是 我們在算相識形的時候 不用每次都 比 我們可以改用倍數 比如說這個 我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假如說2比3 那這個是X 這是Y的話 我就會直接說 Y是 2比3 是2比5 所以是2比5 所以Y是2分之5個X 對不對 那用這個方式來看的話呢 H和2的關係 H和2的關係 2比H是6比X加6嘛 所以H呢其實是 這個 6比上X加6 所以它是 2是6 然後H是X加6 所以它是6分之X加6個2 有點饒舌啦 不過 你可以按個暫停看一下 我畫來這邊 這是6 這是X加6 對不對 這是2 這是H 可以嗎 那一樣另外一個 剛才粉紅色的這個的話 是這樣子 這是7 這是X加13 這是2 這個 更正 這裡是X 整條是X加6 OK 那剛才粉紅色的是 這樣子 所以那我們也可以用 一樣的方式 這個 2跟H的關係 H呢它是 怎麼樣 2的 7分之 X加13倍 那麼這兩個會一樣嘛 因為都是H嘛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 6分之X加6 乘2 等於 7分之X加13 乘2 然後該約的約掉 就會得到 7X加42 等於 6X加78 X 就會等於 3 46 好 那其實剛才介紹的這個方式呢 我們真的在每一個版本的參考書 都會看到啦 那因為它是相識型的這個很重要的一個應用 那它也在現實生活中有很 很重要的地位 不管是中國還是西方的數學發展歷史中 都會去計算這些東西 那即便就是沒有很原則上的 發明各種的特殊的定理 那 古代的聰明的數學家都會去尋找把數學應用的方法 那最常見就是來去測量高度 早在這個周壁算經 周壁算經 很有可能是在漢朝以前 那 比如說可能是春秋戰國時代 就有寫的 這是很久以前的算經 就有記載這個 浴高圖 那個時代的人 他們去思考說我要怎麼算太陽的高度 那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為浴高圖本身 留下來的已經是殘缺的了 所以這個圖實際上怎麼使用 我們沒有辦法很肯定 說法有很多種 但是你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它就是用相識型的有沒有 這個高有沒有 切一個相識 它用這個 我認為 它這個幾個物 它佔這個長二寬四 是用來說明它 這一些這個角度的傾斜角 像你看它這個 這個夾就是 這條線的傾斜角 諸如此類的 那它用 它用 就是等於說 建議用 相識型的方式來測量日的高度 那我記得周必算經裡面有 這個寫出它算的結果 太陽好像是十萬里吧 十萬里那麼高 那當然是很不準 但是你就可以了解到說 古人企圖使用 數學上的他們自己整理出來的方式 那到了這個 到漢朝以後 就有比較精準的計算方式 我們稱為蟲插法 那就是我們剛才介紹的這個 算金字塔的 或者是算這個 我們剛剛這個 烏斯塔的高度的這個方式 那它叫做蟲插法 蟲就是 這個兩次 也就是說你用 你用相識三角形 算兩次 來去取得某一個高度 那這也是古代常常看到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圖呢 是 漢代數學家 我個人非常佩服 劉輝 劉輝他所寫的這個 九張算金裡面 計算海島高度的 那你看就跟我們剛剛 畫的那個幾乎一模一樣 這個高度怎麼算 他跟你說 你先拿一個東西 前錶 介紹一下 這根竿子 古時候這種用來 比那個高度的 做比例尺的竿子 就叫做錶 他說前面的這一根錶是三尺 後面的這根錶也是三尺 就是我們剛剛那個 那個三怪 對不對 然後呢 他去取這個比例 他是 用了兩個錶去比出那個 比例 他不是直接像我們這樣去量 對 比較麻煩一點 但是也是差不多的意思 就是說這裡有一個比 這裡有一個相似型 然後這裡有一個相似型 然後一樣去計算就可以知道 就可以去估出來這個 海島到底離海多遠 然後海島到底 有多高 海外的某一個島 這就叫做 這個虧望海島之圖 那劉輝在九章算經的第九章 寫下了這個 算海島的方式 那這一章到後來有特別被獨立出來 在流傳 就又被稱為海島算經 那提到劉輝這個人 他是中國古代 計算出那個 那個那個 圓 圓周綠的人 那他非常的厲害 我們可以改天再來介紹 然後一樣是那個 前一堂課的作業 我們來看到這一個 這個放學後小明 因為字很多 不得於要入民 放學後小明在教室中 想要用寶石喚醒一次元的魔獸 如圖 他把 他在黑板前方一公尺處 立了一個魔法權杖 權杖的頂端有一個圓洞 就是魔法權杖和圓洞 這是一公尺 那如圖二呢 小明如果手持著寶石念咒 寶石發出來的光芒 穿過權杖之後 在黑板上投影出來的那個 亮著光的洞 那這個圓洞呢 就剛好可以讓這個怪物通過 那我們剛才說 如果他剛好距離這個 全杖是1.5公尺的話 那剛好可以亮出來的洞 是10公分 那這個10公分的洞呢 恰好可以讓一隻邪惡兔寶寶 鑽過來 但是我不要邪惡兔寶寶 邪惡兔寶寶寶 看起來一點都不兇啊 對不對 我想要召喚什麼 滅世魔龍 因為明天是斷考 所以你知道 不如就世界末日吧 這樣 那我要召喚滅世魔龍 需要兩公尺的大洞 那這個 請問小米應該讓寶石距離權杖多遠呢 這個 所以我應該要距離權杖多遠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做這題的作業 這題的作業呢 這裡有一個附圖 那我要在這裡講一下 就是說這個附圖其實有一點誤導人家 我是故意的 就是說你 我們一般看到說 我距離1.5公尺 打出來的洞只有10公分嗎 那我假如需要 兩公尺 就是200公分那麼大的洞的話 我應該要怎麼樣 往後退退退退退 其實是不對的 為什麼呢 你想想看我往後退之後 我的光芒一定要穿過洞 因為這裡不變嘛 這裡也不變嘛 所以我讓這個比例越長 頭出來的其實會越尖 然後這個比這個就會越小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樣子越退 這個洞是越小的是不對的 所以其實我人應該反而是要站得很近 你看我腳今天站那麼靠近 我投出來的洞絲就會有 這麼大 對不對 我腳 人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那我投出來的洞絲就會更大 所以其實我人要離全張越近才會對 如果你算出來的這個距離是 比1.5更長 甚至長很多 那就錯了 其實會很靠近全張 那我要多靠近呢 那我們可以把一些數字算出來 比如說他跟你說這個 這個動是10公分 那全張的動到底是多少 那這個是我們可以算的 在第二張圖裡面 寶石跟全張距離1.5 全張跟黑板距離是1 所以它是3 1.5比1是3比2 那比整個就是3比5 3比5就會是這個比這個 所以當這個是10公分的時候 全張的動是6公分 那全張的動不會變啊 全張的動不會變的情況下 我這裡要距離多少 假如我們射x 這裡仍然是1公尺 對不對 我希望這裡是2公尺 也就是200公分的時候 那這裡還是6公分啊 所以說 6比200會是x比x加1 對不對 在這裡的這個三角相似型 6比200是x比x加1 那如果有這個同學 在這裡問了一個問題說 可是老師你的x又不在那個三角形裡面 我的x是指水平的這個嘛 對不對 啊我三角形粉紅色是斜斜的啊 對不對 我的粉紅色是斜斜的啊 那我可以這樣比嗎 老師也可以問問學生這個問題啊 我這樣寫真的對嗎 那答案是 真的對啦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前面講過 相似三角形的所有特殊線斷場都一樣 那今天這個x跟1呢 它是水平的嘛 然後這個頭影面是垂直的 所以它就相當於是 如果說我今天 我的三角形是這個三角形的話 斜的沒有錯 x並不是它的一邊 但是這個x相當於是以6為底的時候的那個高 然後x加1是以200為底的時候的那個高 那這個高的比例也會跟它的這個變長比一樣 所以6比200是x比x加1是對的 那這個時候我們把它解出來 那這個時候我們把它解出來 200x146x加1 所以 194x14 不對 6x加6 194x146 x14 194分之六 也就是可以約 可以逐盡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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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不能逐盡 那只能出於2而已喔 97分之3 可以嗎 那這個97分之3不是比例 x就是長度啦 所以就是97分之3公尺 97分之3公尺 可以嗎 那如果你換算成公分的話 就是97分之300公分 97分之300公分 比3大一點點啦 所以它要退到比3公分更遠一點點 那但是3公分很近啦 也就是它手要貼很近啦 貼到幾乎接近3公分的時候 那這樣子這個洞才會擴張到2公尺那麼大 這樣有懂嗎 這一題其實你的這個距離 寶石跟群杖的距離會很靠近 這樣才是對的 那麼我們這一集的作業 這是這一集的作業 只有一面而已 那我們這兩課上這裡